今年5月台湾本土疫情爆发 台北市万华区成为感染热区 剥皮寮随即设置第一个社区筛检站 防堵疫情扩散 而现在随着疫情稳定 剥皮寮历史街区举办36days防疫堡垒特展 透过还原筛检站工作现场 并以日记记录当时确诊者与防疫人员的心路历程 让民众深入了解他们的抗疫鼎礼 其实呢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因此呢他不应该被忘记 尤其是在疫情跟后疫情时代 然后甚至大家说疫情可能延续到 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更需要用这样的展览去 让大家不只是警惕 也可以看到在快赛的这36天 防疫战的这36天 这边的人做什么事情跟努力 在那种天气下穿这个衣服真的是很新的 而且是要在这边基本上36天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平常人来讲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看不带口罩 基本上你想吃饭就赶快凸下来了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幸运 而且是真的是很紧张 因应疫情爆发 确诊人数激增 台北市政府紧急调动医护人员 前往第一线筛检站支援 医护人员除了得与时间赛跑 协助大量民众筛检 未知的感染风险 更是他们巨大的压力来源 那一开始就是 甚至大家那个时候 就是处于排班 很困乱的一个状况 因为不是只有赛检站 他还有专者病房 所以说一开始最危险的时候 他每一批来大概是30人左右 然后就会有5个6个 就发现是阳性 就是主要说医护人员 本来就是在不同科 在不同单位在各自在运作 也因为这一次大家被投入到 同一个战场去共同工作 所以其实大家共同学习 在如果面对COVID-19 疫情下不止是医护人员奔波劳累 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充满不便 万华民众在疫情最严重时 出门的频率减少 每次出门都必须戏袋酒精 口罩等防疫物资 展览不但让万华民众 想起当时心惊胆战的日常 也提醒他们对防疫人不能松懈 像走进全联社好了 那全联社这种购物场所的话 因为架上的商品 一定会大家都会一直去摸它 所以你就会拿它的时候 你会有点胆战心惊 甚至会用酒精 然后喷一下那个东西 然后擦拭一下商品 你才敢把它带走 所以让万华民众